章鱼烧粉之CC002C 甜异最热卖金牛商品 为大众熟悉台式章鱼烧 外皮丝脆 添加香草风味 甜异特调胡椒盐 风味及香气更有层次 鸡台使用瓦斯形营业用鸡台制作 产能高 奶瓜加热速度快 但就容易粘粘 章鱼烧粉状制作 准备材料 将全部材料统统带进去 慢速搅拌它一分钟就好 刚刚把尾达到的粉浆刮起进行交代 猪素搅拌它完全均匀溶解 大约一到两分钟 章鱼烧准备材料 食材多寡 一客户制作量而定 记得截涂起来 面糊倒在定量器备用 键盘需倒油 避免烤盘会粘粘 先倒一半的粉浆在煎盘里 添加自己喜欢的食材 高粒菜碎 汆烫过的章鱼滴 配料放完后将粉浆布满 使用章鱼烧叉将粉浆形状 先切割出来 等粉浆稍微凝固后 可注意翻动 整形在煎制的过程中 可适时添加油 避免键盘粘粘 表面均匀上色就完成了 将章鱼烧放进章鱼烧和几个 章鱼烧应用搭配 好吃的章鱼烧这样吃 将章鱼烧刷上好吃的酱油 或章鱼烧酱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再来淋上有够后加美乃滋 散上海苔片 整个仪式感完成 除了一般口味外 大家可以变换不同口味 如图片所示 最后最后 我们的章鱼烧粉粉浆 稳定度高 操作方便 不论是叫示意或叫求的粉浆 都可以做是市面上常见的台式章鱼烧 外皮最度高 不议软胎车几后加 台式章鱼烧介绍 就到这来我们下个单元 日式章鱼烧再与大家见面